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疾病的早期症状不是很重的患者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治疗 一些药物治疗 中医 康复治疗 这些都是对紧急病的治疗有一定的效 如果说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 病人的症状没有缓解 或者说每年发病的频次在不断的增高 还有就是每次发病以后 症状叫之前出现加重 这些患者的治疗 我们一旦明确诊断以后 确定到它的压迫的阶段以后 我们还是可以采取手术治疗 来跟着这个紧急病